王瞳情路超坎坷,眼睁睁看住爱人娶别人。 王瞳在剧中得不到幸福。图民事提供,20101803.28。 民事八点到幸福来了剧情发展至饰演小平的王瞳,日前被傅子纯,饰演蔡建国,绑架,好不容易才恢复记忆的王瞳,为了复仇大业,只好留在傅子纯身边,眼睁睁看住昔日爱人王健富,饰演高文龙,要娶苏彦配,饰演李珍美。 让他哭到眼睛中翻天,让网友直呼,小平真的辛苦了。 王瞳在剧中始终得不到幸福,不仅先是失忆,如今又给眼睁睁看住王副燕娶别人,坦言,哭到眼睛很痛。 还在脸书出兵敷眼睛的照片,让一票网友很是心疼,纷纷表示,小平不哭,总有一天幸福会等到买。 剧中王瞳好不容易恢复记忆,但却因为想复仇之故,只得装作双胞胎妹妹继续待在傅子纯身边,收集各种证据,超虐亲剧情也让收视创新高,高达5.61,显现小平的幸福,备受外界关注。 王瞳在剧中得不到幸福,图民室提供20101803.28